好 那么5月27号也就是昨天 民进党新任的党主席选举 已经出炉了 苏贞昌以过半的这个票数当选 那么接下来民进党的挑战 苏贞昌的任务到底是什么 等一下我们来讨论 我们先来看VCR 苏贞昌满脸笑容 挟着超高人气 以过半选票当选民进党主席 记者会上 谨慎从口袋拿出声明稿慢慢念 选后的民进党一定是团结的 因为这是大家的期待 也是我们民进党传统和进步的动力 大家对党的参与关心 将是本党重返中央执政的最大资产 今天所有的民进党员都是赢家 听得出苏贞昌首要目标 就是团结党内不同派系 结果揭晓民进党总计16万的党员 投票率超过6成8 苏贞昌以5万5千多票 得票过半拿下党魁 大幅赢过第二名的前台南县长 苏焕智2万3千多票 但有趣的是 胜选后一盆署名马英九的花篮 就已经送到党中央 马苏会有谱吗 有没有可能和总统见面 苏贞昌话没说死 选举结果揭晓 前民进党主席蔡英文 立刻在脸书po文 期许新任主席能升根基层 促进党内和谐 平衡跟团结 从参选党主席 苏贞昌就面临不少挑战声浪 尽管选举落幕 只怕任何问题 还是苏贞昌上任后 要解决的最大难题 好 这是自由时报 自由时报是这样写的 说怎么团结再起 有待苏贞昌超越 一个重点叫团结 一个叫再起 另外一个是 陈菊小英希望苏贞昌促进团结 所以民进党存一个工作 团结团结再团结 要团结就表示现在不团结 其实苏贞昌董主席应该是在宣情 大家都可以预料 我也给共许说 他可以过五成拿到票 因为其他死的人加起来 没有他的票数 所以这表示说 他还有记者有他的实力在 不管怎样 他是同样 但是我学会比较奇怪 苏贞昌不是第一次做董主席 他这次回国第二次 再来做董主席 所以在这里很简单 建议索成说 你这件就要做的 你要坚定团结 不是自己去团结团结团结 大家也知道民进党派会这么多 你来为自己的成果做起 自己先改过一个 自己新北市发生的事情 你马上拿到董主席的企判 改过新北市发生的事情 让大家看 这是我自己的派会 现在发生这事情 我要怎么处理 新北市发生的事情也跟大家说一下 新北市发生的事情也跟大家说一下 新北市发生了 现在这件事发生了大家 不可以计妙 还在吵啊 很简单 这件事你来处理 马上给大家看 第二要团结 你来丁延室 我用人 大格级 什么人我都会用的 用我索尊重做董了 不过你只说团结团结团结 现在不可能 四位人 大家就说你贏的时候不团结 现在你要怎么团结才会派的 所以马上这件事都会做给人看来说 你开始有改革 会做的团结 是 这次民政党虽然五个人 选当主席 但是我的考验不一样 我认为只有两个人 一个叫做收针冲 一个叫做不是苏贞昌 总共只有两个人在选 也恭喜苏贞昌你过半 但是别忘了 当我们在批评马英九说 马英九的过半 只差一点点 脆弱的过半 苏贞昌你也是脆弱的过半 因为你是五十点四七 等于说还有四十九% 所以几乎是一半一半 另外一半 人不一定反对你 但是只要他们票没交给你 今天我看到司马迪苹果日报 下一篇文章说 苏贞昌不可以冲太快 我倒是建议苏贞昌新任的主席 当务之急 不是去跟马英九谈朝野协商 也不是去跟中国谈判 成立中国事务部 可以 如果你的证件是要成立 慢慢来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 先把党内搞定 因为你看 你头头看那个自由市場 整半 都总是团结 都总是团结 这代表什么 我经常说 政治任务公信 代表现在缺乏了 巩固领导中心 就是领导中心 很危险 对 很不巩固 大家都在喊团结的时候 显然就是说 这个党现在面临到一个团结的问题 就大家现在是不团结的嘛 那怎么把它团结起来 所以我倒是建议苏贞昌 你应该先去拜访的 不是罢允九 你应该先去拜访什么 去拜访社长庭 去拜访蔡英文 去拜访另外 四位跟你選当主席的好串人 甚至你去拜访 骂你平常以前骂你 骂得最凶的人都没有关系 因为你现在是主席嘛 你有管理嘛 你应该去展现出 因为说穿了 大家都还是同志 不是敌人嘛 展现出 你有团结大家的那种企图心 跟那种能力 这样当才会团结 是 需要苏贞昌 刚才连晃这样讲 虽然我觉得 民进党说现在有两颗太阳 对 连晃讲 就是说去访问 其实访问啊 听 苏贞昌都认识这些人 也不是说第一次认识 我想这 我就说 其实大家会谈团结这个事情 就是对于苏主席的这个形式 的这个personality 跟他的style的问题 那另外一个 风格 我想这个风格 我想他这次选举 有想办法要改变 也做一些调整 可是你是不是在用人上面 未来政策上面 其实民进党做一个党 最重要的就是提名 尤其2014年提名 这上面是不是能让所有人 大家都可以接受 而且认为是最好组合 我觉得这是苏贞昌最重要的责任 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 他这次可以过半的原因 很多人会觉得说 搞不好他最适合来打这个选战 我想这是苏贞昌 能不能在未来有更多的机会 我觉得是看这一个 不过刚才你讲到对了 苹果日报有个社论 讲两个泰洋 我觉得现在是民党内 因为一个泰洋是蔡英文 一个泰洋是苏贞昌 一个是党主席 可是一个是前总统候选 苏贞昌最大的困难 或最大的 大家对他的要求 为什么谈团结呢 因为蔡英文时代很团结 蔡英文时代很团结 大家都认为他是共主 我想这个情况之下 所以苏贞昌的标准会变比较高 因为他之前的党主席 不是别人是蔡英文 蔡英文在2016年也相当有机会 所以我认为未来民党 可能是这两个人在做竞争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良性的竞争 因为蔡英文也说 孙昌的旧时他会到 我觉得这就是很好的状况 不要什么王不见王 为什么 因为民党就一个党而已 要再起 就要靠这两个太阳如何合作 不过讲太阳也很痛苦 因为太阳都是很热 两个人不能太接近 所以这看他们怎么未来怎么协调 然后民党是不是给好的正面的结果 是 2008年民进党没人选择主席 那当时大家说民进党没求 2012年5月出的选择主席 大家说民进党没团结 其实我觉得这次表达大家对民进党有记忆 这个就拿出马诊之后出过去就算了 最重要我觉得有两个指标 一定会让民进党团结 第一个 民进党的支持者向来 对不团结的人都非常唾弃 第二个 你想想看才刚当选而已 马英九立刻花篮送过来 立刻要求召开什么 要求跟朱镇湯会面 国民党立刻出招了 这样的一个强敌环势 再加上资责的要求 我认为民进党不团结也得团结 这个是什么 你对民众才有信心吗 不 这不是说对他们 主要是人民的旗派 因为现在在野党 只能让大家期待的在野党 民进党一定要团结 要团结 第一个团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